12月22日是一年一度的冬至,俗话有云,冬大过年,不少艺人都抽空赶回家和家人吃团年饭。 但是正在拍摄新剧《有匪》的赵丽颖,这个重要的节日就没有办法回家和老公冯绍峰以及儿子想想团聚了。 当天中午,赵丽颖在微博中上传了手拿着亲自写的毛笔字《冬至快乐》给各位网友送上节日祝福的照片,而赵丽颖还不忘顺便求个饺子吃。 赵丽颖在照片下发文写道,大家冬至快乐,你们今天有饺子吃吗?我还没有。 不少粉丝都心疼偶像,大过节的还得拍戏,纷纷表示愿意给女神送饺子吃,更叫冯绍峰赶快送到剧主。 不知道冯绍峰当晚会不会去剧主探老婆班呢?赵丽颖一定很想念老公和儿子吧。 《魔方全媒》综合报道 《魔方全媒》